中印关系有所缓和 客观上肯定是我们西部的压力小一点 这是肯定的 这是长词 但是还是我们前面分析的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协议能持续多久 因为以前也有协议 对吧 后来很快就失效了 所以这次协议到底跟以前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现在不知道啊 对不对 这个还得我们看看协议再说 而协议目前双方都没有透露 所以坦率讲对这个协议它的那个价值 真正的价值 对这个协议的可持续性 是没有把握的 对吧 我们只能很短期的讲吧 眼前反正打成协议了 所以西部的安全形势 也就具体讲吧 就是中印这一段好一点 这个战争持续多久 我不知道 是吧 这是一个观点 还有观点呢 原来我们在西部啊 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强的 我四月份去过西部战区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们在那里是 军事上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很有把握 怎么说呢 这个那里压力少一点很好 但真有压力呢 比如说我们假设台海出事 我们东部这边出事 印度要在那边闹事啊 就我了解的信息应该 我们应该讲 就仅就我们西部战区来讲 是很有把握对付这个西部的挑衅的